影帝男友忘不了初恋 恋爱三年 他们纠缠不清 他们在片场接吻拥抱 肆意妄为 网友疯狂嗑他们的CP 没人知道 我才是他的正牌女友 直到他玩腻了 才来红着眼求我原谅 我笑着递给他一张红色请柬 宋诚 我要结婚了 老公是娱乐圈太子爷 论地位 宋诚连给他提携都不配 故事开始 今晚我生日 和宋诚一样 一起庆生回来 我们都喝了不少酒 路都走不稳的宋诚 在进家门的那一刻 迫不及待地把我按在墙角亲 请到农时 宋诚西装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没理 但打电话的人很执着 一遍一遍地打 我轻推开他 有些气喘 可能有急事 先接吧 宋诚眉梢染着玉色 哑着嗓音 好 他掏电话的同时 我们保持着暧昧姿势 没动 看清来电显示的人名后 他猛地松开了 搂在我腰间的手 能让宋诚这样紧张的人 只有孙依依 当初嫌他穷 狠心抛弃他的白月光 我假装没看到 宋诚闪躲的眼神 假装没听见电话那头 孙依依呜呜呜地哭声 安静地等着宋诚打完电话 露出那种为难的表情 他说 依依他妈妈刚被推进抢救室了 医生说情况不太好 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我去看看 我冷笑着低头 一颗一颗 把衣服上的扣子重新系好 宋诚来拉我手 姜华 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借着酒劲 冲他吼 那你要我怎样 宋诚 是不是只要孙依依哭一哭 你就什么都肯做 他今天心脏疼 明天头晕 后天低血糖 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在耍手段吗 是不是孙依依让你跟他上床 你也不拒绝啊 我强忍着眼泪 我受够了 宋诚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他 那我们分手吧 我成全你们 宋诚脸色骤然沉下来 姜华 我想你应该冷静一下 你刚才的话 我只当没听见 我也不会跟你分手 他说完 筛门而去 我脱下脚上的高跟鞋 狠狠地砸在门上 宋诚 你混蛋 凌晨三点 孙依依更新了微博 对的人总会重逢 佩图是一个男人 在厨房做饭的背影 我一眼就看出来 那是宋诚 因为他身上穿的那件白色衬衫 还是我给他买的 我掐着手机 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我连夜从宋诚家搬了出来 拖着行李箱 一个人狼狈地 站在繁华街头 明明左右都是路 我却忽然间不知道该往哪走 绿灯亮起 身边的行人匆匆来 匆匆去 我蹲在原地 抱紧自己双膝 哭得像个傻逼 三年 整整三年 我陪他住地下室 啃馒头 喝泡面汤 从一穷二白 到宫成名就 竟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那晚之后 宋诚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我都没接他又发微信给我 姜华 你在哪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姜华 你还有完没完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好了 我不生气了 你回来好不好 宝 你回来吧 我想你了 从暴跳如雷 到温声哄我 我一个字也没回 甚至觉得恶心 风水轮流转 想不到我也有走狗史运的那天 竟然让我接到了一部 S级国偶剧的面试邀约 虽然只是女三号 但我听说 孙依依也在积极争取这个角色 那我就更势在必得 面试那天我才知道 宋诚是这部剧的男二号 我还在现场 撞见了他和孙依依 从卫生间出来时 我被宋诚堵在门口 他擒住我双肩 指甲掐得我肉疼 江话 闹够了没有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难道不知道 我会担心你吗 我嘲讽他 担心我干什么 孙依依比我更需要你啊 宋诚皱眉 江话 你一直都很懂事 怎么非要在这件事上 无理取闹 我推开他 宋诚 我不要三个人的爱情 分手吧 我真的累了 也厌倦了跟孙依依争风吃醋 他攥住我的手腕 我不同意 江话 我不会和你分手 说完就把我拉进怀里 发疯似的要亲我 让我打了一巴掌 等我回到后场区时 这里已经挤满了女演员 从一线到十八线都有 他们多半都是冲许贺来的 因为许贺是这部剧的男主角 也是圈里有名的太子爷 他爸是娱乐圈半壁江山的掌权人 论地位 宋诚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传闻今天他也会到场 亲自挑选合作的女主角 15分钟后 工作人员安排演员陆续入场 里面是个大型会场 评委席在台上 表演区在中间位置 后面是坐席 我被安排坐在女三号区 倒数第二排 最靠边的位置 刚坐下 就听见旁边两个不知名的女演员 小声讨论 你听说了吗 女三号已经内定了 是孙依依 我听说了 好像还是宋诚亲自给副导演打的招呼 话音未落 我就看见孙依依被工作人员单独领进来 安排坐在第一排 最中间位置 那人对他点头哈腰 安顿好后 还特意朝评委席上的宋诚看了眼 我和孙依依刚好在一个方向上 也不知道他在看谁 今天要敲定女主 女二 女三 评委席都坐满了 唯独中间空了一个位置 桌上的标签写着许鹤 宋诚坐在副导演旁边 与许鹤隔着两个人 因为许鹤的缺席 面试只能先从女三号这边开始 孙依依是头一个 副导演对他的表演赞不绝口 我29号 还有一个人就轮到我时 宋诚给我发了条微信 僵话 依依他需要这个角色赚钱给他妈妈治病 我冷吃了声直接关机 台谋时 目光刚好落在评委席 许鹤的标签上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危险的想法 听见台上有人喊 僵话 时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 经过孙依依身边时 她阴阳怪气地笑了声 真是不自量力 我没理她 攥紧拳头朝台上走去 副导演问我 我看你简历上并没有出彩的作品 那你觉得自己竞争女三号的优势在哪 我深吸了口气 礼貌道 抱歉 更证明一下 我今天是来面试女主角的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我甚至能清楚地听见 身后座席上那些耻笑我的声音 评委席上的各位 对我投来一样目光 像是 看傻子 宋承看起来也很不高兴 这时 会场左侧的大门 哼 被一声从外打开 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 一左一右挡在门前 阳光从外面照进来 晃得人睁不开眼 一道奇场挺拔的身影 溺在光里 过分惹眼 我听见观众席有人尖叫 啊 是许赫 好帅啊 然后 我看着许赫从光里走出来 离我越来越近 他穿着一件极稀的黑色风衣 银灰色的头发 趁得他眉眼深邃 左耳还戴了颗钻石耳钉 从我面前走过时 我闻到了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松柏香 只是 他突然又折返回来 停在我眼前 慵懒地抬起那双桃花眸 将我从头打亮到脚 嗯 也就这张脸能看 他似笑非笑 可娱乐圈从不缺漂亮的 你凭什么出演女主角呢 我看着许赫那张妖孽的脸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红 不论你什么手段 我要让宋诚明白一件事 离开他 我会活得更好 就凭 我目光落在他的薄唇上 凭我吻戏好啊 可以现场试戏 话音未落 我以双手揪住他的衣领 用力一拽 点起脚尖 主动稳住他的唇 在满场惊呼中 我于光瞥见 宋诚从屏微喜猛地站了起来 就在我想松开许赫的时候 他忽然揽住我的腰 将我往他怀里搂了搂 反被动为主动 另一只手拖住我后脑勺 比我稳得更用力 我秉息 墨地瞪大双眼 许赫正盯着我看 好看的眼眸 带着别有深意的笑 几秒后 他才松开我 我站在那 紧张地心砰砰跳 许赫意味不明地 冲我勾了勾唇 吻戏 嗯 还凑合 说完 转身往评委洗走 在看见宋诚那张眉头紧锁的脸时 他调侃道 我们这位新晋影帝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他顺着宋诚的目光 又转头看了眼我 惊笑 宋影帝认识他 经许赫这么一说 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跟宋诚身上 使我浑身不自在 但我没躲闪 而是定睛看向宋诚 恋爱三年 他始终不愿公开跟我的关系 如今分手 他却显得在乎了 宋诚松了松钻紧的拳头 重新做回去 皮笑肉不笑 看着我说 不认识 许赫经过宋诚身边时 刚看你的眼神 我还以为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许赫的话 再次在场内引起躁动 宋诚脸色更难看了 像是抓了把土壶在脸上 黑得吓人 他正要站起来 被许赫强行按住肩膀 又坐了回去 许赫拍了拍他的肩膀 神情散漫地笑了笑 我开玩笑的 宋影帝怎么还当真了 他说着话就走向自己的位置 工作人员立刻小跑过去 替他拉开椅子 许赫顺手脱下外套 搭在椅背上 抬手松绣扣时 那双冷清的眸撇向台上的我 带着巨傲微微眯起 还愣在那干什么 我这才回过神 连忙充评尾席的人 点头示意 转身 匆匆回到座位上 整个竞选女演员的过程 我都如坐针毡 时不时就有人看我 在跟身边的人小声嘀咕 总归不会是什么好听的话 你三号跟预料中一样 由孙依依出演 你二号是个一线女星 到了公布女主角时 导演对许赫陪笑道 许老师有没有中意的人选 若没有 咱们再挑 许赫交叠着双腿 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手里玩弄着打火机 半天没说话 导演弯着腰 在旁边尴尬地等了半天 是走也不是 问也不是 掉足了全场胃口后 啪哒 一声 许赫将打火机合起 放下腿 从椅子上站起来 目光横扫全场上百位女演员 最后将那双多情的桃花眼 定在我身上 手指一抬 指向我 就她吧 她吻戏确实不错 我看着许赫 她那种不容智慧的眼神 让我有种错觉 好像她早就认定了我似的 一夜间 我从无人问津 变成了爆火全网的黑红女演员 我和许赫在片场接吻的照片 不知道被谁发到了网上 直接冲上热搜榜首 吃瓜群众一边倒地说我低贱 为了角色不择手段 我微博私信直接爆了 多难听的话都有 还有我的手机 也快被宋诚打爆了 剑组拍戏的第一天 我被宋诚 强行拽进了男卫生间 他把我按在墙角 怒气腾腾地问我 你这段时间都住到哪里去了 还有你和许赫 你们认识 为什么我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 我推开他 你有病吧 宋诚 这是男厕所 我要走 他抓住我胳膊不放 我问你话呢 你和许赫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烦躁到 宋诚 你搞清楚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跟谁有关系 都跟你没关系 去关心你的孙依依 别再来打扰我 宋诚脸色难看 刚要开口 就听见最里面的隔间 传来冲水声 我立刻甩开宋诚的手 不想被人看到 与他纠缠 然后 许赫从最里面的隔间开门出来 他仿佛没看见 我们是的 镜子走到镜子前洗手 还对镜整理了下头发 宋诚脸色 顿时像泼了调色盘 我也没好到哪去 倒是许赫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转身看见我时 还调侃道 好巧 江小姐也来南侧方便 我笑容难看 他挑眉一笑 你们继续 说完 他从我旁边经过 朝外走去 我横了眼宋诚 跟着离开 走廊拐角处 我再次撞见许赫 他站在窗边 一束阳光透过窗外的树影漏进来 描绘着他的面部轮廓 挑起的眼尾 尽显不羁和张扬 他双手插在裤带里 好像在等人 我有些尴尬地喊了声 徐老师 他 嗯 那一声 我从他面前走过时 他忽然开口 严肃道 江小姐 我对搭档要求很高 我不会干涉你的私人生活 但不希望因为你的私人关系 影响到整部剧的拍摄 如果是这样 我随时能换掉你 我低下头 小声道 抱歉 以后我会注意 那天之后 我都尽可能躲着宋诚 生怕被许赫换掉 而许赫跟我对戏时 心情好像还不错 似乎很满意我的表现 我的女主角大概率是保住了 随着剧情拍摄进度的递进 我今天要和许赫 拍一场离别的吻戏 但导演说 是远景 可以借位 让我不用紧张 好好配合许赫就行 一切准备就绪后 导演喊了声 Action 我看着许赫向我走来 眼眸深邃又认真 他双手捧起我的脸 亲吻我眼角的泪 款款深情道 明儿 我爱你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爱你 他高挺的鼻梁 差点蹭到我鼻尖 再等等我 很快我就回去找你 我哽咽着点头 恒狼 我会一直等着你 他粗力地指腹轻拂我的耳畔 笑得极尽温柔 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 他右手拇指挡在我唇上 在他吻过来的时候 我看见了许赫斜后方站着的宋诚 他一双眼紧紧盯着我 恨不得把我杀了 我眉心微醋 有一瞬失神 没注意到许赫已经将拇指悄悄挪开 唇齿相处 我墨地瞪大了眼 心脏砰砰直跳 不是借位吗 而许赫这会正一瞬不顺地看着我 冲我是一般挑挑眉 导演高兴喊道 OK 这条过了 许赫一下松开我 眼眸里藏着让人看不懂的情绪 看过我一眼后 他又转头往身后方向看去 宋诚的背影刚好消失在拐角 后来除了拍对手戏之外 他一天都没怎么和我说话 就连新来的小助理都悄悄问我 华姐你是得罪许老师了吗 我 没有啊 跟许赫一样抽风的还有宋诚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恶心我 他跟孙依依的互动开始频繁起来 两个人有说有笑 在片场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隔天结束拍摄后 我正收拾东西 副导演带人推着蛋糕车走过来 扬声道 大家先把手头的事放一下 今天是咱们依依的生日 宋老师一早就订好了蛋糕 替他庆生 让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好不好 宋诚和孙依依在戏中是一对 戏外也十分暧昧 有副导演带头科CP 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 一起涌上去起哄 依依生日快乐 依依跟宋老师站在一起 真是般配啊 宋老师对依依可真特别 孙依依就站在宋诚身边 露出娇羞的笑容 我看过去时 正好对上宋诚的目光 他故意抬手 搂住孙依依的肩膀 惹得大家尖叫连连 孙依依更是羞红了脸 我没理会 低头 继续收拾东西 正打算要走 孙依依端着块蛋糕走过来 笑容甜美 却带着得意 江华姐 吃块蛋糕吧 宋宋亲自挑的 特别甜 我笑 这么好的东西 你自己留着吧 我绕开孙依依 又被宋诚挡住了路 他笑得魂不吝 江华 依依好心给你蛋糕吃 你怎么不拿着 故意给他难堪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难堪 孙依依扯了扯宋诚的衣角 宋宋 你别这样说江华姐 旁边看热闹的人 也纷纷对我投来一样目光 好像我在故意刁难孙依依似的 我答应过许鹤 不能因为私人关系 影响整部剧的拍摄 只能强扔恶心 伸手去接 只是手还没碰到蛋糕 身后就传来了许鹤的声音 江华 有场戏要跟你对 我转身 看见许鹤正从休息室的方向 朝这边走来 他脚步未坐停留 直接从众人身边走过 经过我身边时 瞥了我一眼 还愣着干什么 我时间很宝贵的 路上说 我 哦 那一声 宋诚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没搭理他 拿起包 小跑着追上许鹤 跟他一道离开 我真的以为 许鹤是要跟我对戏 所以跟他在门口等车时 我就从包里掏出剧本 认真地问他 许老师 您是想跟我对哪场戏 许鹤随口说道 突然不想对了 我捧着剧本 乖乖地站在旁边 有点不知所措 刚好车来了 他迈不上车 再没看我 倒是他的经纪人 笑得奇奇怪怪 江小姐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的采访还挺重要的 养好精神 我点头说 好 站在原地 目送他们的车离开 有些莫名其妙 所以他这两天 是摆臭脸给谁看呢 我好像也没得罪他啊 因为这部剧是边拍边播 即将上线 所以今天的采访 会作为预热宣传 全网直播 线上观看人数 已显示600W价 现场也来了很多人 除了记者 大部分都是许鹤的粉丝 他们热情尖叫 场面壮观 我作为女主角 被安排坐在许鹤身边 本应是焦点 可孙依依 今天故意穿了条黑色低胸裙 大陆式夜线 搏迹眼球 镜头都对着他拍 而且他还全程和宋诚提尔说话 行为暧昧 出尽风头 我在旁边冷眼看着 不由地想起 自己跟宋诚在一起时 连在路上牵个手他都不肯 生怕被偷拍 可现在 他却和孙依依大秀恩爱 毫不避嫌 在他心里 我到底是抵不过孙依依 主持人问宋诚 请问宋老师 咱们现场的几位女艺人中 是否有您的理想型呢 宋诚于光扫了我一眼 笑说 我个人比较欣赏 依依这种可爱单纯的女生 台下起哄 就连主持人脸上 都露出了暧昧的笑 孙依依更是红了脸 我听着可爱单纯几个字 格外刺耳 突然 旁边的许贺低笑了一声 我转头看他 他眼神中带着几分嘲讽 仿佛洞悉一切 却慵懒得置身事外 我正迷惘 台下骤然响起尖叫声 我抬头一看 这才发现 镜头切换到了许贺这 厂商的大屏幕里 是他那张帅气的脸 他只是微撩双眉 台下便一片躁动 甚至有女生开始自掐人中 我心想 可真夸张 截至目前 网友投票最高的问题是 许贺有没有喜欢的人 当主持人提问时 全场自觉晋升 都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那一刻 仿佛世界都停止了运转 时间一点点递过去 一秒 两秒 五秒 大屏幕上 许贺低谋 薄唇微敏 周深气场阴沉害人 在万千七代的眼神中 许贺缓缓抬头 对着镜头说 哟 低沉的嗓音 还拖着慵懒的尾音 主持人激动追问 那你喜欢的人在现场吗 不知怎滴 许贺忽然就把目光 落在了我身上 我猛猛地看她 许贺的眼神 深情又认真 在现场 就是江华 我听见全场 都在倒抽凉气 就连我自己 心脏也跳快了几倍 可随即 她笑了起来 浓眉弯起 躁动又惹眼 江华作为本剧的女主角 我在剧中的夫人 我当然喜欢她 呼 全场都松了口气 这才反应过来 许贺是在开玩笑 我嘴角抽搐着笑了两声 却也掩不住 双脚滚烫的尴尬 晚上我洗过澡 窝在沙发上刷微博 许贺告白的乌龙事件 在网上持续发酵 引起热议 网友都说太幽默 连带着我的话题度 也被拔高 但不同于上次一边倒的辱骂 这次竟然有人说 看许贺不像是装的 他看江华的眼神 确实算不上清白 最离谱的是 该条评论下 还有人表示赞同 我手机滑到这里时 一口牛奶差点没喷出来 拜托 许贺可是满贯影帝 演技了得好吗 所谓的暧昧互动 都是为了新剧的宣传 况且像他那种眼高于鼎的人 怎么可能看上我 正当我打算切换微博小号 回复这位网友时 许奶奶的视频电话打了进来 我和许奶奶 是在救助流浪动物协会认识的 他对我特别好 我也把他当亲人看 他总开玩笑说 想让我当他的孙媳妇 还说他孙子可帅了 比宋诚要帅一百倍 接通视频后 许奶奶激动地问我 小话啊 你和许贺是不是假戏真做了 我哭笑不得 奶奶 网上八卦不能信 说到许贺 许奶奶可是他的超级粉丝 很疯狂痴迷的那种 家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许贺照片 记得第一次去他家 我就被吓到了 甚至怀疑过 许贺是不是跟他有啥关系 不然照片怎么能这么全 但许奶奶说 他只是单纯追星 我还告诉他 可不心当私生犯啊 许奶奶当时敷着面部 很认真的问我 啥是私生犯 把我笑得前仰后合 像个孩子一样嘟着嘴 我不管我不管 我就觉得你和许贺很般配 你们很适合 奶奶是过来人 你听奶奶的准没错 许贺他呀 喜欢你 我被他逗笑 奶奶 您瞎说什么呢 我以前和宋承在一起 也没见您这样支持过 您不是说 要把我介绍给孙子吗 现在怎么又说 我跟许贺般配了 许奶奶迟疑了下 哈哈一笑 许贺也行 也行 然后他自顾自地给我说了 很多许贺的习惯和喜好 比如他喜欢喝美式 不加糖不加奶 比如他芒果过敏等 我问他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许奶奶挠挠头 笑得可爱 网上看的 我皱眉 直到挂断视频前 他还千叮万主 让我一定不要错过许贺 说他是个好男人 半个月后 电视剧一经上线 迅速火爆全网 拿下收视率第一 我和许贺的CP 成了微博讨论度最高的话题 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水军 到处呼吁我们在一起 我真的会泄 这看起来 真的很像是我花钱雇水军 蹭许贺的热度 剧组办庆功宴这晚 我被乱七八糟的一堆人敬酒 酒过三旬 我晕乎乎的 跑去卫生间吐了一通 等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 看见孙依依等在门口 他扮演在墙上 笑起来 嘴角有对离哦 不得不说 孙依依长相是青春那一挂的 任谁看了 都我见油脸 也难怪宋承总是逃不出他的掌心 我知道他等在这 憋不出什么好屁 本想绕行 他非自己撞上来 我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孙依依笑说 江华姐 你不用拿这种眼神看我 关于宋宋 我也没什么好对不起你的 你们又没结婚 大家各凭本事罢了 他讽刺我 我给了你三年时间 是你自己留不住男人 总不能把这错怪在我身上吧 你一定不知道 初恋对男人的意义 他心里始终都装着我 是你永远都替代不了的位置 所以我只要稍稍动点心思 他就乖乖回来了 我敷衍地点点头 所以呢 你在这故意言语刺激我的目的是什么 孙依依 我不是宋承 你那套对我不管用 孙依依也不遮掩 我没什么目的 就是想让你知道 宋宋是我的 你对他来说 不过是寂寞时的慰藉 他不爱你 我反问他 是他跟你说 他不爱我 孙依依骄傲地挑眉 当然 我笑他像个漂亮小丑 如果真是那样 你才不会在这跟我浪费口舌 你这么做 恰恰说明 宋承他非常在乎我 在乎到 你认为我是你最大的威胁 孙依依脸色都变了 我嘲讽他 孙依依 我没有你那么龌龊 非要插阻当小三 我早就提了分手 请你回去转告他 不要再纠缠我 OK 说完 我直接推开他 大步离开 我没回包厢 而是去外面吹了会风 让自己平静一些 太引起别人注意 我还特意选了个人少的地方 坐在马路边 我看着不远处 有对小情侣 他们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两个人喝一杯奶茶 所以你看 幸福和金钱无关 就像曾经送成穷婚潦倒时 我们也是这样 坐在马路边 吃一个冰淇淋 喝一杯奶茶 天冷的时候 宋承还会替我捂手 他也曾把我当成宝贝一样 捧在手心疼 跟我说 姜化 等以后我有钱了 先给你买栋大房子 我们再养一只猫一只狗 闲着的时候就去溜溜 安逸又幸福 现在钱有了 房子买了 人心却变了 这时 我身后传来两个小女生 激动的声音 这不是姜化吗 对对对 我看着好像是她 我回头 他们确认了是我之后 更是尖叫起来 讨上钱 笑说 姜化 真的是你 我们最近在追你和许贺的剧 你本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哦 我们真的好喜欢你 我们能跟你合个影吗 这还是我人生第一次 有粉丝要求合影 我也挺激动的 当然可以 他们激动的直跳脚 啊 姜化 你真好 他们说着 就打开手机里的美颜相机 然后一左一右的站在我旁边 跟我一起自拍合照 我看着美颜相机里 自己那个尖到 能扎死自己的下巴 笑容逐渐僵硬 或许是声音太大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场面有些失控 想拍照的人都涌了上来 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喊道 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急 可他们根本不听 我一路后退 被他们挤到墙角 看着他们七嘴八舌 都伸手要过来拉我 我开始发慌 就在这时 人群里突然挤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许贺戴着鸭舌帽 口罩 一把攥住我手 拉起我就跑 身后是他的经纪人 在做疏导工作 还有嗷嗷喊的吃瓜群众 也不知道跑了多远 一直跑到没人的江边 确定后面没有人追上来后 许贺才松开我手 我扶着岸边的围栏 大口大口喘气 许贺也摘掉了帽子和口罩 气喘吁吁 四目相对那一刻 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 笑对方此刻的狼狈模样 许贺不知道去了哪里 只说让我在江边等他 我就找了个台阶坐下 大概十分钟后 他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杯热茶和一杯美式 他坐在我旁边 将热茶递给我 晚上风大 我接过来 谢谢许老师 许贺歪头看我 清冷的眸子里浮动着柔和的光 叫许贺就行 许老师听着别扭 我张了张嘴 半天没叫出来 最后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 夜风迎面吹来 我的头发在耳边乱飞 睫毛也被吹得轻颤 我盯着他手里那杯美式 突然就想起了许奶奶的话 许贺爱喝美式 不加糖不加奶 鬼使神差的 我嘟闹了句 爱喝美式 不加糖不加奶 许贺微愣 他看了眼手中的美式 又看了眼我 你怎么知道 我蒙了一下 还真是 我眨了眨眼 干巴巴的笑了下 网上看的 许贺眼中带着笑语 这么关注我 经他这么一问 我突然有点脸红 恰好有风吹过 额前的碎发在空气中乱舞 猝不及防的 许贺突然伸手过来 替我剥开碎发 气氛一下就变得微妙起来 我抬眸看他 盈盈的月光 落在他眼中结实温柔 我忽然觉得 今晚的许贺 有点不一样 许贺收回首时 我也跟着垂下眼眸 压着心跳 低头喝手里 捧着的热茶 杯眼被我咬得嘎吱嘎吱响 许贺也沉默着 不知道是不是被风吹得太久 我的脸越来越烫 很快 许贺的保姆车 就开过来了 我跟他一起上车 说了地址 他把我送了回去 临下车前 我忍不住好奇问他 许老 狮子还没说出来 许贺一个眼刀过来 我立马改口 许贺 今晚你不是说不来庆功宴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 许贺看着我 眼洁微颤 忽然想去 第二天早上 我是被小助理电话吵醒的 闭着眼在床上到处摸电话 拿起来 接通 小助理的声音炸了 化解 你和许老师谈恋爱了 我一下清醒了 从床上猛地坐起来 谁 谁谈恋爱了 小助理 你和许老师的恋情被曝光了 现在微博都瘫痪了 我猛逼地挂了电话 赶紧打开微博 是 瘫痪了 热搜榜首 许贺将话深夜约会 恋情曝光 我点了好半天才进去果然 照片是我昨晚和许贺 在江边时被偷拍的 最要命的是 刚好爆出来的那张是许贺 替我撩头发 从拍摄的角度看 许贺满眼 深情地望着我 眼神里的暧昧 都快要一出屏幕来 这下我就算是浑身嘟长嘴 也说不清了 从床上滚下来 我快速洗漱出门 想去片场找许贺 跟他商量下怎么解决 结果 一出小区门口 就看见昨晚送我回来的 那辆保姆车停在路边 见我出来 自动门开启 露出许贺那张皮帅的脸 上车 我 这哥是嫌不够乱吗 还敢来着 我左右看看 确定没狗仔对后 火速上车 路上 我跟他解释 许贺 照片的事真 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报的 许贺 正低头刷手机 嗯 勒一声 然后头也不抬地伸手 从身后的座位上 拿起一份打包好的早餐递给我 包子豆浆 豆浆不加糖 我迟疑地接过来 你怎么知道 我喝豆浆不加糖 许贺一愣 僵硬地抬头 扫了我一眼 又晃了晃手里的电话 网上看的 我撇撇嘴 谢谢 吃了一半才想起来 话还没说话 那个 我会发微博澄清绯闻的 许贺眼神闪了闪 不用澄清 照片就是我让人发的 我一惊 被豆浆枪住 一口喷了许贺一身 他脸上还粘着一小块包子线 我不想笑 但没忍住 连忙抽纸给他擦 对不起 对不起 许贺双眸微微一沉 从我手里接过纸 自己擦了起来 新剧开播 势头正猛 昨晚那些照片都是用来造势的 不用理 我误了 长长地 哦 那一声 可我又仔细回忆了下 好像 以前 许贺的新剧 从来没跟女主角 传出过绯闻啊 就连他平时被爆什么不实传闻 公司也会第一时间出面澄清 这次怎么奇奇怪怪 换策略了 我摇摇头 想不通 整部剧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 我在休息室午休时 宋诚闯了进来 他眼下两块乌青 眼白处也有红血丝 像是一夜未睡 一见到我 他就恨不得掐死我的样子 抓着我双肩质问 你昨晚跟许贺在一起 我刚想骂他 就看见门口露出一角黄色裙边 这衣服是孙依依的 我偷摸掐了自己大腿一下 眼睛立刻红了 学着孙依依的语气 唯唯曲曲道 我跟谁在一起要你管 宋诚果然吃这套 真贱呢 他松开我的肩膀 又拉我手说 僵话 不要再跟我赌气了好不好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搬回家住 我们好好的 好吗 我厌弃地甩开他手 但语气还是很软 那孙依依呢 你不管他了 宋诚着急解释 我只是同情依依 并不爱他 我爱的人是你 你知道我看见你跟许贺在一起的照片 我心有多疼吗 央话 你是陪我吃过苦的人 我怎么会忘了你对我的情分 不要再闹脾气了 我们拍完这部戏就官宣好不好 官宣 曾几何时 我无数次跟宋诚提起 我想公开 我想光明正大地跟他站在一起 可他每次都有不同的拒绝理由 现在我不要他了 他却要跟我官宣了 还不等我说话 门口 咣当 一声 就听有人喊 依依 你怎么了 依依 宋诚转身 看见孙依依倒在门口时 眼神明显闪过慌张 他几乎是冲过去的 将孙依依从地上抱起来 紧张地问他 依依 你怎么了 快醒醒 依依 我跟着走过去 分明看见孙依依垂在身侧的手指 还在动 就在宋诚抱起孙依依的那一刻 他又朝我看过来 那种为难的眼神 我太熟悉了 每一次他这么看我之后 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孙依依 然后再转过头来说 爱我 所以最后 他还是丢下我 抱着孙依依走了 我看着人群散去 本来是不想哭的 可眼泪就是委屈地自己滚了出来 三年的感情 终究是给了狗 我替自己不值 转身 许鹤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 他双臂还胸 身体鞋靠在墙上 歪着头看我 乌黑的眼眸里 泛着不明情绪 我觉得丢人 刚要抬手抹眼泪 他就递来一张纸 我接过来 谢谢 他黑眸中 融着一束浅浅的温情 又从兜里掏出一块糖 吃点甜的 就不觉得苦了 我破涕而笑 又不幼稚 接过来吃了下去 孙依依晕倒之后 也不知道跟宋诚说了什么 他很久没有来骚扰我了 日子清静了不少 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大家都顺利杀青 只是杀青宴那天 许鹤忽然失联了 剧组的人都打不通他电话 我也有些担心他 就给他发微信 你去哪了 怎么不来参加杀青宴 许鹤 你没事吧 怎么不接电话 但许鹤没回 倒是许奶奶的电话打了进来 说他在家洗澡时 不小心扭伤了脚 我饭都没吃 火急火燎地往他家赶 结果开门的是许鹤 我有一瞬间 甚至怀疑自己走错了 眨了眨眼 连忙提着裙子后退 重新看了眼许奶奶的家门 没错啊 许鹤偏头 进来 我带着心中一万个疑惑 小心翼翼地进了门 刚走到客厅 就看见许奶奶腿上打着石膏 正坐在沙发上吃水果 见到我笑嘻嘻地说 小话来了 我跑过去盯着奶奶的腿问 奶奶 你没事吧 医生怎么说 严不严重啊 许奶奶吃了一口苹果 没事 小意思 我松了口气 坐到许奶奶身边 咽了咽口水 小声问他 许鹤怎么在这 说话时 我眼神一直偷瞄着许鹤 许鹤对这似乎很熟悉 里里外外地走 最后从厨房端出来一碗 冒着热气的汤 许奶奶咯咯地笑 许鹤将汤放到许奶奶面前的茶几上 语气带着几分宠溺的 奶奶 我知道你不爱喝汤 觉得油腻 但是 这碗是我亲手做的 你一定要喝完 知道吗 我 他叫他什么 奶奶 许奶奶听话得点点头 知道了 知道了 现在小话来了 你就去忙吧 别留在这妨碍我们娘俩聊天 许鹤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 嗯 有种大灰狼看 小白兔的感觉 等许鹤转身上楼后 许奶奶拉着我笑说 一直没告诉你 其实啊 许鹤是我的孙子 我仿佛一口吃了半个西瓜 嘴张得老大 还是许奶奶伸手 帮我把嘴复位 骄傲地说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我孙子要比宋城帅一百倍 你们特别般配 可是奶奶 你还说过 你孙子他 喜欢我 所以许鹤喜欢我 不 不大可能吧 许奶奶一直在我耳边说话 恨不得把许鹤从小到大的事 全都给我讲一遍 还说自己不是有意隐瞒的 是许鹤不让他说的 他说 许鹤其实早就知道我了 关于我跟宋城 孙依依的事 许奶奶也全都告诉他了 许奶奶还说 那次面试女三号的机会 也是许鹤让人通知我的 就算那天我没有冒头 他也会找个理由 亲自选我做女主角 帮我出口恶气 不然他不会亲自到场 所以他那天在现场 是故意给宋城南刊的 还有那个吻 我听完这些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 有点慌 还有点 受宠若惊 心情很复杂 晚上 我把许奶奶哄睡了 才悄悄从她房间出来 一声不响地关上门 转身 许鹤就站在我身后 吓得我差点没叫出来 是他及时捂住我的嘴 另一只手 还揽住我向后道的腰 距离忽然拉近 我能清楚 看见他线长的睫毛 以及他瞳孔里 倒映出来的那个小小的我 在水晶灯光的映射下 暧昧气氛瞬间拉满 而许鹤望向我的视线 也多了几分 意味不明 他将我身体扶正后 松开了搂在我腰间的手 我微微低头 手指紧钻裙子 心跳得厉害 许鹤低笑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然后 他转身往外走 我犹豫了几秒 跟了上去 已经是深夜十点多 路上行人车辆都很少 今晚是许鹤自己开车 我坐在后排 车窗半场 有风不断吹进来 降低了车内的温度 偶尔 我会在后视镜中 与许鹤的目光对上 窗外暗影不停流转在他脸上 像是一根根无形的线 牵引着我 让我心慌意乱 我从不敢想 像许鹤这样 优秀完美的男人 会喜欢我 车子缓缓使停在我家楼下 下车前 许鹤叫着我 姜花 我停下开车门的手 抬眸看他 许鹤喉结微动 像是有话要说 但最后只笑了笑 轻声说了句 晚安 我掐紧裙边的手微 微松了松 心里说不上 是激动还是失落 也微笑说 晚安 回家后 我半躺在浴缸里 回想着这段时间 与许鹤的种种交集 心里越来越乱 等我洗好澡 回到卧室 拉窗帘时才发现 许鹤竟然没走 正站在车旁抽烟 指尖的星火 在黑夜中一闪一闪 像是有所感应 在我往下看的同时 他刚好也抬头往上看 我怕他看见我 慌忙把窗帘拉上 然后背对着窗 愣在那 半天没动 几秒后 我又跑去把灯关了 等我回到窗口 犹犹豫豫地 在拉开窗帘时 楼下的车已经走远 刚好消失在夜幕尽头 夜里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直到凌晨三点 许鹤连发了几条微信过来 我明天要出国拍电影 很长时间回不来 所以有些话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清楚 江华 很久之前就已经喜欢你 我是成年人 可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我对你很认真 不是玩玩而已 未来两个月我都在国外 希望你能在此期间 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等我回国时 想听你亲口说出答案 我缩在被子里 手里捧着电话 盯着屏幕上许鹤发来的文字 看得入神 后来又在回复消息那里 来来回回敲了半天 最后都删除了 我没有回复他 关上手机 用被子蒙住头 心里很乱 第二天 小助理来接我去拍通告 我在路上刷手机时 在微博上看到了 许鹤出国的消息 有媒体和粉丝拍到的 机场生图 我挑了一张他的侧颜照 点开 放大 这才注意到 许鹤左耳后侧 竟然有一颗痣 我下意识抬手 摸了摸自己右耳后侧 那里也有一颗 小助理惊讶到 哇 华姐 你和许老师长得情侣之耶 真的好有缘分 我一下想起昨晚 许鹤告白的微信 脸 刷 地一下就红了 小助理调笑我 华姐 你今天有点不大一样哦 难道你和许老师 他一脸吃了大瓜的表情 我白了他一眼 就你八卦 别乱说 小助理努努嘴 一副你爱说啥说啥 反正我就觉得 你们有事的样子 在许鹤出国的这段时间 我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偶尔许鹤会发微信给我 分享他在国外 看到的美好事物 偶尔他也会问候一下 比如最近过得好吗 工作还顺利吗 我有时候回 有时候不回 我们就这样 断断续续地联系着 此外的话 谁也没提过 而许奶奶这边 我也一直兼顾着 只是我每次去 都被他催生 非让我赶紧答应许鹤 然后给他生孙子 许鹤是在颁奖典礼 这天回国的 因为我和他的那部古装剧 入围了年度最佳男女主角 他刚好结束了那边的拍摄工作 回国出席红毯 当主持人站在台上 宣布年度最佳男主角获得者 是许鹤时 场下欢呼尖叫 满场的紫色灯牌 足以彰显许鹤的超强人气 镜头给到坐在我身旁的许鹤时 他系好西装扣子 优雅起身 面向我张开双臂 惹得现场的 CP粉尖叫声连连不断 我站起来 与他轻轻拥抱 恭喜 他把我的手微微用力 在我耳边低声道 僵话 我今晚就要知道你的答案 我愣了下 随即就看着许鹤 在众目睽睽下 缓步上台 我重新坐了回去 台眸看向台上 此刻正站在聚光灯下的许鹤 西装寸寸服贴 趁得他身材修长 是那样璀璨夺目 颁过奖 发表过获奖感言后 主持人笑着问他 许鹤老师对未来一年 有怎样的期许和计划呢 许鹤勾纯笑了下 计划结婚 他漆黑的双眸灿若繁星 直直地望向台下的我 隐隐带了些许期待 但还差一个新娘 厂商屏幕的镜头 也突然切换到我这 主办方的这一操操作 使得全场沸腾 厂下的粉丝 都嗷嗷尖叫起来 许鹤修长的手指 随意扯了扯胸前的领带 眼睛里流转着迷人的波光 认真问我 江话 你愿意以结婚为目的 跟我谈一场 不分手的恋爱吗 我没想到许鹤会这么直白 还在这样盛大的典礼现场 一瞬间百感交集 眼眶灼热 说不感动 是假的 许奶奶说过 许鹤知道我和宋诚的事 所以她是故意这样做的吗 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爱就轰轰烈烈 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不用再遮遮掩掩 卑微如沉 场上的人开始起哄 拍手大喊 答应他 答应他 我红着眼看许鹤 他热泪盈眶 看我的目光里 盛满温柔笑语 我激动落泪 笑说 好啊 给你两个月试用期 通过转正 这辈子 我都不可能再遇上 比他更好的人了 当然要牢牢抓住 翻外 许鹤视角 我第一次见到江话 是去流浪动物协会接奶奶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坐在车里等奶奶出来 无意间看到 一个女孩披着雨衣 在院子里奔跑 好像到处在找什么 很着急的样子 最后 她在一个破旧的柜子下 找到了那只受伤的流浪猫 她小心翼翼地 把她抱在怀里 如获至宝 当时 她脸上的笑容特别真诚 很打动我 奶奶告诉我 她叫江话 是个不知名的小演员 奶奶很喜欢江话 总是有意无意地 跟我提起她 说她善良勇敢 说她真诚可爱 奶奶给我讲了很多江话 照顾她的事 比如 她总来陪奶奶聊天 给奶奶读书讲笑话 帮奶奶修剪指甲 还用她笨拙的厨艺 给奶奶煮饭 弄糊了两个锅 等等奶奶每次说起她 都滔滔不绝 总感慨 这样的好姑娘 为什么不是她的孙媳妇 说的次数多了 江话就这样慢慢 在我心里扎了根 但奶奶也跟我说过 江话有男朋友 叫宋诚 我知道宋诚 圈里的心境顶流 我还特意了解过她 发现她这个人 实在不怎么样 跟一个叫孙依依的女演员 不清不楚 暧昧不明 他们分手 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只是没想到那么快 分手那晚 无家可归的江话 跑到了奶奶这 恰好那晚我也在 我站在楼上 看着江话 抱着奶奶哭了很久 一直到天都快亮了 她才哭着在奶奶怀里睡着 后来奶奶告诉我 江话是个傻姑娘 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全心辅佐宋诚 吃尽苦头 可最后 宋诚却背叛了她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出于同情 还是其他 就想帮她出口气 所以我找人 把她的简历挑出来 让导演组通知她去面试 并在现场挑中她 来做女主角 打脸宋诚和孙依依 至于那天的吻 实属意外 我承认 她突然吻我的时候 我心跳加速 差点没绷住 但人设不能倒 该装还得装 果然 谁也没瞧出来 我那点小心思 后来 我只要发现 宋诚和孙依依欺负她 就会忍不住帮她 我非常讨厌 宋诚纠缠她 所以才威胁她 要注意私人关系 不要影响拍摄 不然就换了她 其实 我就是吓唬她的 好不容易才上钩的女主角 我怎么舍得换 天长日久的相处 我越来越确认自己的心意 我喜欢僵化 我开始自己在网上散布绯闻 顾水军在网上带动情绪 呼吁我们假戏斟作 结果她要澄清 吓得我赶紧骗她说 是为了造势 其实我就是想宣告世界 她以名花有主 省得那些居心叵测的男人总惦记她 再后来 电视剧《杀青》 我担心与她没了交集 所以在杀青燕那晚 我和奶奶一起做了个局 让僵化发现我和奶奶的关系 重新建立我跟她的联系 也顺便捅破这层窗户纸 奶奶根本没摔伤腿 腿上的石膏是假的 我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引诱僵化落入 圈套 并会终其一生守护她 番外 僵化送成片 我听说孙依依病了 就那次在片场装晕倒 被送成带去医院 做了个全身检查 结果发现得了宫颈癌 还是晚期 活不久了 网上传闻说孙依依的这病 是因为前几年 在国外行为不检点 因为这件事 宋承开始澄清跟她的绯闻 可也因此被网友抨击 是故意洗白 说他们是物以类聚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宋承在网上的人气 也一落千丈 事业受挫 两个人闹得好像也挺僵的 宋承来找我过几次 我都让小助理打发了 并没见她 而且许贺还给我派了两个保镖 宋承想靠近我 比登天还难 等我再次见到她时 是一年后 我去三线城市拍戏时 偶然路过一家新开的餐厅 规模不大 宋承在台上商演 我听说她过得不好 却没想过已经落魄到了 靠商演维持生计的地步 曾几何时 她也曾无限风光 被众星捧越过 也不知道 她是哪里打停到了我住的酒店 那晚我结束拍摄工作回到酒店时 就在酒店门口见到了她 她死缠烂打 非说有重要的事跟我说 我知道她想干什么 也想趁此机会 彻底断了她的念想 就把她带回了房间 当着保镖和小助理的面 她给我跪下 痛哭流涕的树说着 她如何不容易 过得多艰难 说自己错信了孙依依 希望我能原谅她 我懒得废话 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张结婚请柬 走到宋承面前 递给她 宋先生 我要结婚了 如果你有空 欢迎来观礼 我看着宋承 脸色骤然沉了下去 她颤抖着伸手接过请柬 然后被保镖请了出去 临关门时 她看我的眼神像是有恨 有不甘 有痛苦 有委屈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人生在世 不是所有人都会留在原地等你 有些情 有些人 错过便是错过了 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所以也无需同情一个自作孽的渣男 这样的下场是她赢得的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